請教一下 你認為今天發生的事情 在翠玉白菜旁邊 簽字都是小書師嗎 是不是小書師 基本上來講的話是違反博物館專業人員 那是不是小書師嘛 我現在你就問我 是小書師還大書師 這個違反是嚴重的還是不嚴重的 因為他們非常小心謹慎 然後國寶也完美無切的回到故宮住 所以你還是覺得是小書師是不是 你還是覺得很小書師是不是 如果故宮的態度是覺得小書師 那所有為這些國寶擔心的民眾都白擔心了啦 因為這種問題表現在你們心態上嘛 你的心態認為小書師 代表以後還是可能會出現一樣狀況啊 這個對我來講 你認不認不認爲是小書師 你可問他有這個問題 是不是 這個我講老實話 當然是一個小書師 還是小書師喔 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你還是覺得是小書師 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好 各位 今天有故宮的人 在國寶旁邊三公分簽這個字 故宮院長的態度是小書師 嚴重的錯誤 對於故宮的這樣的態度 我深表遺憾 我強力譴責啊 如果故宮院長認為這是小書師的話 大家怎麼能夠放心把國寶交給你們啊 我請教一下 那個國寶是崔白菜是真的還假的 當然是真的 是真的 結果你這樣對待喔 現在網路上怎麼講你知道嗎 網路上說 哎呀應該是假的啦 所以才敢這樣啦 反正故宮很多出來展示的東西 也不見得是真的啦 所以才會這種態度啦 所有人因為你的小書師 已經懷疑故宮展示的東西是假的 你知道嗎 你還是覺得是小書師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你剛剛說小書師 你現在變嚴重錯誤 到底是小書師的嚴重錯誤 呃 當然是一個 不經心的小書師 可是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不經心的小書師 但是是一個嚴重錯誤 他在講什麼 你講的話 你的小孩聽得懂嗎 不經意的小書師 但是是一個嚴重錯誤 今天我們在場非常多的記者朋友啦 每一個都對文字的掌握都很精準啦 我不知道大家寫這個新聞怎麼寫 標題叫做 翠玉白菜旁邊三分鐘寫東西 故宮院長是一個 不經意的小書師 但是又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你覺得是 你就是要靠著你這三寸不爛之舌 爭取你的故宮院長的位置是不是 呃 這無關氣流 無關氣流 因為同仁 我認為你光是認為這個是一個小書師 你就可以下台了啦 還要繼續做喔 國寶 我剛剛跟你講的所有的國寶 是大家千辛萬苦 運來的 你說是因緣際會 然後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全台灣的人都認為是嚴重的事情 只有你故宮院長認為是小書師 千辛萬苦是在故宮的厭史裡面都有記載 千辛萬苦的確沒有錯 對 但是你的報告過來就是因緣際會 輕描淡寫 然後對照你們最近做的事情嗎